1 2 3 4 水滴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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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D C W LU D C W LU D C W 歡迎收看LU D C W 最近你有覺得天氣 有一點點涼涼的了嗎 我喜歡這種天氣 真的 開心 但是我覺得下次出國旅行的時候 冬天跟夏天玩法就是不一樣 冬天快來了 沒錯 秋天是我很喜歡的季節 但台灣秋天很短 對 就很短 可是冬天我更愛 因為我個人是很不喜歡 蔡太陽 對不對 但你不覺得台灣冬天有時候太冷嗎 我不喜歡啊 我喜歡那種 然後沒有冬天 我們每天都在享受台灣冬天 那你們今年台灣冬天不准穿長袖 你們都沒有穿長袖 沒有 冬天 你最近在看我們聊什麼 而且你幹嘛 冬天我都會特別找起床 因為起床 你可以好好享受那個很清新的公室 然後很涼很涼的感覺 冬天我都喜歡 待到最後一刻才從棉被裡面去 然後出去買早餐 然後這樣回來 今天特別介紹 教大家怎麼樣秋冬去哪裡玩 各國有什麼好玩的呢 是的 那今天我們來賓也很厲害 我們現在每一集來賓都會針對性的這樣子去罰 好好說 對 我們這來賓很厲害 因為他對美是非常講究的 好不好 加口哥 今天真好玩 我個人建議冬天待在家裡就好了 真的 而且我出了一本書好不好 你是轉男的 我的美 我的簡單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 有關家裡的這一本書 謝謝 是 因為那個 是家居系的 你又會只用膝又會裝飾這樣 大家知道我前陣子有代言那個 瘡簾嘛 是嗎 因為我常常在美食節目中有一次 我講到做料理 就是有關於 就是那個台灣本土第一大品牌的瘡簾老闆 正在看那個美食節目 他很愛做料理 是 他覺得講文說太好了 我一定要找他來當代言女人 真的 因為他們瘡簾就是講究有色彩 然後在每個房間 用這個色彩帶你出不同的感覺 對 像我今天就把我這小孩兒童房間的瘡簾布 穿到身上 這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感覺是滿漂亮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你用不同的瘡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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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不同西裝的布料 不要在這邊跟你說 請看我的簡單美好身為 其實瘡簾 瘡簾真的滿重要 像我們在家有沒有 其實很多人瘡簾 其實對家裡的布置是很重要 是 你可以搭配天花板 地板 還有整個家裡的色調 還有溫度 都是從瘡簾這樣透露出來 你講太好了 因為他們正好明年也在找新的代言人 Oh my god Oh my god 今天是很希望的 推薦你 推薦你 好了 是沒是不是 沒有 很好 不是很好 真的 所以回家也要開開心心的 對 好 接下來呢 下一位是我們的思雨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麗思雨 今天就是來討教 就是冬天除了待在家 還可以去哪裡玩的 是 可以可以 來 你這也是穿年的衣服 真的嗎 真的嗎 對啊 對 對 我的健康沒有好 所以我待在家看 好了 好了 你殘連了 殘連了好不好 OK 接下來這位呢 衣服應該就跟窗簾沒有關係 沒關係 好 我們歡迎我們的Alan哥 旅遊達人 旅遊達人 冬天去哪裡玩 看WTO姐妹會就對了 旅遊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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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八位新住民呢 也要帶給大家 冬天去他們國家要怎麼玩 真的是很多私房景點 是你部落客沒有寫的 看起來好 今天趕快筆記一下 筆記完以後趕快訂機票 冬天就直接出去了 好 那我們先到一個最冷的地方 我們先去俄羅斯 現在去俄羅斯要怎麼玩 俄羅斯要怎麼玩 那目前它連中文拼音都沒有 代表很少將中文的人去那邊 所以我這邊有些那個英文 就大家可以查一下 你可以拿久一點嗎 妳說...妳進去說 那大家都知道 對 可以去拜訪他 那俄羅斯那麼冷的國家 怎麼可能沒有自己的聖誕老公公 其實我們的聖誕老公公 其實不是聖誕老公公 應該叫 新年老公 我們不是聖誕節來送禮物 但是 就是新年的時候來送我們禮物 對 那它還有一個 就是大長相跟大家知道的 不太一樣 不一樣 不巧這個樣子 因為是我們的 是 拿拳杖 對 它衣服就是很強的 然後顏色其實會有好幾個 但是基本上會長這樣 滿帥的耶 穿這樣好帥 像這種顏色搭配適合客廳的 窗簾的顏色 對 黑白系列 感覺很容重典雅 對 謝謝 對到這為止 不要再想去 不好解 對 那它住的地方就是這個 再講一次 叫 對 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 就是 我們從莫斯科出發好 就是當然是要 那可以坐火車 但是火車要坐 你的國家好大 然後可以坐飛機 飛機 飛機三個半小時 然後那邊就是可以看 要去哪裡 對 太美了吧 那那邊我覺得很美 就是因為那邊是 其實它是在一個 那那個森林的樹都非常高 然後上面都是雪 你真的感覺就是到一個 童話故事裡面 然後那個地方 不是有這個房子而已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 比方說你可以玩一些 最基本的是 大家應該有看過 就是它 騎上摩托車 對... 對...沒錯 然後小朋友可以坐 這個是 雪橇 那他們是有那個路 還是也是有 對 然後那邊也是有 像我們俄羅斯市的散溫暖 所以我覺得去那邊 你真的在俄羅斯 可以體驗到的東西 幾乎都可以體驗 而且 好棒喔 俄羅斯的散溫暖 大家一定要吃 對 妳好趣 因為他們就是讓你在一個 桑拿士裡面很熱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過來 拿一盆很粗 也這樣 打到你全身都紅了 然後出去衝冷水 真的假的 對 超纖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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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午的時候就變夏天了 對 但是我們的人都差不多 如果說是北部的話 就差不多 那麼冷 真的很冷 所以我今天來介紹冬天嘛 對不對 所以就要青脈 其實青脈有很多 我們很有名的山 我們有到 他長得有什麼模樣嗎 都長得差不多 但是 是漂亮 有雅雅雖然我們沒有 下雪 下雪 連雪都不會說 不會講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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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雪就是這麼陌生 他連講都講不好 下雪 那雪跟上雪的雪 沒辦法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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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 沒有下雪 對 但是我們有漂亮的 這個是花山 你看我們有那個 雲海 雲海 然後兩千多坪的那個花園 漂亮喔 對... 而且吸到我們那邊很便宜 住宿很便宜 多少錢 你看一個晚上 559塊 台幣500多塊就可以了 這個是三星 如果說要更高級 當然是會比較貴一點 它有附早餐嗎 559對不對 有 有早餐 有...對 他們那邊按摩的話 價錢... 我們有 但是也差不會多 很多 很便宜啦 一小時大概200到300 對...200 太多了 200到300 加園 其實這邊 這邊你們聽過那個 那個韓劇 對 沒什麼感覺出來 沒什麼感覺 給我眼鏡... 給我眼鏡... 因為其實那個韓劇也是在這邊拍 然後在那個... 另外一個很紅的是 太陽的後裔 那個拍的地方也是在這邊 所以之前很多人去那邊 是看那個景點 就是拍韓劇的地方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之前介紹的是什麼滑雪艙啊 或是一些那個... 釣魚 釣魚 那個冰塊那邊玩到釣魚 但是我今天介紹的是游泳池 真的假的 對... 這個是室內的 好嚇死喔 但是呢... 室內跟室外 有整個... 把水道 對... 所以這邊可以玩到漂流都... 漂流到可以戶外的 然後戶外的水也是比較溫的 不會那麼冰 所以好像泡溫泉的感覺 水是溫溫的 頭是冰冰的 對... 所以這邊裡面就可以玩 然後很多那種... 水上樂園的那種玩具 所以跟小孩一起玩 然後... 旁邊有一個按摩的水 對... 對... 然後外面也有戶外的溫泉 就是剛剛... 就是... 戶外有幾個溫泉 然後你們去那邊 然後他們的溫泉水是... 也有寒放的 還有很多種類 對...身體很健康的 然後一個好處是... 後面有飯店 然後就旁邊是... 所以我推薦的是... 就是住一天 所以一天是... 去那邊玩滑雪 那一定會... 甩倒 或是... 腰痛 隔天去那邊... 水就是... 放手... 所以我覺得... 好棒喔 冬天也可以就是玩滑雪 然後玩游泳 真的... 在台灣完全無法體驗 這飯店太好了 對... 而且其實那個價錢好像不太貴 因為它有像度假村那種 對... 其實很多冬天玩的費用 跟日本比照的話 還是滿便宜 如果是提早用那個打折的話 我之前是... 找廟票 台幣... 對 台幣大概... 一天兩千多塊 我還是想去泰國 一個房間兩千多塊 所以如果是一家 因為我那個住的地方 是大概... 可以近四個人的 所以我跟朋友一起盯 所以四個人兩千塊 然後每次打給你們 一天晚上又沒有玩 對... 天啊 有... 你很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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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有早餐 對... 你知道這裡像有時候 我們跟長輩出去玩 都會問說 最早幾點可以吃早餐 對... 我不會問最早 因為我差不多八點起來 OK 旺旺 旺旺 有早餐嗎 日本不一定有早餐 對啊... 不會有... 在日本來日本的時候 一定要去溫泉 但是 不是普通的溫泉 是...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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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漏點溫泉 有... 尋明 我看到什麼 不是 yeah... 地板就是有促車 對... 在日本的航 era 地址可以一邊去跑溫泉 一邊看雪 好緊 這很舒服 然後喝一點清酒 好舒服喔 因為外面的空氣很冷 但是溫泉很溫暖 所以感覺很棒 有你一定更棒 為什麼日本人介紹 我就很相信他 這個 好棒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就是溫泉嗎 對 一邊看雪 感覺會有猴子在那邊泡溫泉的感覺 好漂亮 那個野生動物的感覺 而且這個如果幸運的話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狐狸 或什麼會出 而且幸運的話 可能真的會有漏點的溫泉 就是漏點嗎 沒有啦 好舒服喔 真的 真的 超美 我今天想要介紹一個地名 叫Zakana 它是在富蘭南部 我去冬天的時候 它整個就變成是 童話故事世界 它整個城市 就是那種 掌墓 那個下雪的話 就那個風景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完美 就看來都會感動 掉眼淚 然後它冬天的時候就做 在那邊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爬爬山啊 可是有些山谷 好像畫畫的感覺 那是晚上嗎 對 這是晚上的 而且那個樹好美喔 對 雪非常的多 好漂亮喔 所以其實去那邊 就如果花雪 花雪橇也是很適合 那它在那邊比較特別的是 比方說有 啤酒 它那個裡面都是放啤酒的 然後你那邊還有啤酒 不要喝了 放啤酒溫泉的 忘記了什麼 那它那個啤酒泡的是在這邊 然後你那個喝的是從這邊打開來的 好厲害喔 可是 等一下 好感激喔 等一下 可是從來泡溫泉 你不是不能喝酒嗎 可以... 不要泡太久 不要泡過心臟 不要泡過心臟 冬天啊 冬天啊 可以不用泡嗎 直接喝嗎 可以 可以 好舒服喔 那邊有早餐嗎 對 它是早餐 所以你不是就在那邊 早餐就要自己煮你 你不吃早餐啊 然後它那邊有一個 世界最大的冰雪 米宮 然後它... 它是雞百公尺大 而且它不是簡單的那一口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它那個冰雪的搶高度 怎麼好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玩那種電動玩具 常常辦喔 就是這個啊 太棒... 所以去裡面的時候 絕對不會無聊 無論你在那邊待多久 對 而且這種迷宮 才有那種...這種急迫性 為什麼我今天覺得你今天很逗 不是 因為那種花園迷宮 你覺得這漂亮 這個...很可怕 你要跑繼續才行 對 沒錯...好玩 美國那麼大 哪裡最好 就是美國東北 東北 對 人家... 美國東北也吃酸菜麻辣鍋嗎 對 你先做話嗎 沒有 這個月子都是可以吃的 不是 美國東北有早餐了 東北有早餐 好厲害 好厲害 你東北有早餐嗎 我吃早餐 怎麼有早餐 沒有喝早餐 不是喝酒嗎 不是... 不是 不是 就是... 因為東北是非常冷 冬天實在是很長 所以最好是你學會滑雪 那學會滑雪 去玩的地方太多 很多地方都很去 你就查搜尋 然後你可以 比如說你要很便宜 一級 二級 好 但是三級以上 它都會有那種Villa Chateau 都會有這樣的 很漂亮的地方 這個我一看就知道會有早餐的 後面有滑雪場 滑雪草 滑雪的地方嗎 對...後面就是滑雪的地方 這樣住完多少錢 應該不便宜 很便宜是差不多一百 一百美金 兩個人 我那都好 要換長帳嗎 那不長帳 算貴嗎 三千塊台 便宜... 然後有早餐 然後這個就是給你看 就是有些好一點的 好漂亮 對 就它是一個小純樁 差不多這樣 所以像我不是那麼愛滑雪 那假設說滑雪一點點 其實可以來這裡 買東西 也吃東西 它有商店 全家都可以來 對...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高的山 在歐洲裡面我們是第二名 最多高山 對... 所以很氣得去滑雪 然後而且也不會很貴 就算是別的歐洲國家 比起來會比較貴 我覺得一次大概要花費多少錢 對 在西班牙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已經很多... 很多也沒有回去 可是比較便宜 真的 然後呢 可是但是我比較會推薦 你們去這個地方 叫西蘭尼巴達 在那個南部 然後那邊這個地方 有一個高山... 一座高山 它是... 對 然後那邊的特色 是你可以一邊滑雪 因為太白了 那這樣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們大家平常都比較少去西班牙 我們大家幫彥均問一下 西班牙有沒有 白雪、白牆 手手分不清楚 那邊為下雪 下得到以190公分的兩塊高度 你看那下雪 這是你嗎 這是不是我 不是 這是白雪 不要這樣飛給日圓刀 這是雪 我差這麼多的 對 這是下雪 不是牆壁嗎 沒有,不是 你以為是很乾淨的水泥牆 不是啦 不是,真的是牆壁 不是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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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下雪 這是下雪 這是什麼 沒禮貌 這是下雪 好不好 這是牆壁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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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有一個... 一個高山... 一座高山 它是... 第二座最高 對,然後那邊的特色是 你可以一邊滑雪 因為牆壁邊 但是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們大家平常都比較少去西班牙 我們大家幫彥均問一下 西班牙有沒有 是早餐 有 有 也有啤酒 有啤酒 對,我現在也要... 啤酒 剛剛是因為問早餐 是因為那個房間很便宜 559塊 我們才問有沒有盤早餐 不是都那麼在乎 對啊 早餐是很重要 不了解西班牙的風俗 有沒有早餐 不好意思,新朋友 不喜歡吃早餐 可以去這個地方 叫Rioha Rioha 然後這個地方好玩 就是你可以泡溫泉 然後很... 它的特色是那個... 溫泉是... 紅酒 紅酒 對,然後我們覺得 紅酒對皮膚很好 所以你可以一邊... 這好美喔 我還以為... 不是,我還以為 他獵金來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怎麼會... 小瓜的地方去... 小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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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啊 大家聽中午都好好喔 錄影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好 所以... 你喜歡牙克用這種比較貼...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雪景也很漂亮 好,那接下來 南非 有早餐嗎 有... 一定沒有的啦 南非有啊 有... 有... 南非冬天要玩什麼呢 是不是覺得尷尬 大家以為... 這一集大家會以為說 到底各個國家有沒有早餐 有沒有 以為這一集... 這一集講 不是在講早餐 沒有在講早餐 對 大家不要搞錯了 我是跟觀眾講 冬季旅遊 然後我要介紹的是一個 真的耶 對 那邊會下雪 下得到... 會比一百... 這是雪 會比一百九十公分的人 高度啊 你看那...下雪 這是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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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看到黑黑日圓 你一定要看到黑黑日圓 完全不知道 不是... 這是雪 對 這是下雪 這是在房子裡面 房子 房子外面 沒有...房子外面 外面洋台 外面 洋台有蓋起來 洋台 這裡面就... 你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到底今天到底怎麼了 今天大家 這個是外面的... 家裡的外面盤偏啊 下得很...很高耶 真的耶 下的 這個不是牆壁喔 沒有...不是耶 你以為是很乾淨的水泥牆喔 不是啦 不是... 真的是牆壁啊 哪有什麼... 不是牆壁啊 不是牆壁 不是牆壁怎麼都住 對... 不是牆壁 對不起 因為... 這個人是不是穿太多 因為感覺好像是牆壁 不是啦 這是下雪 這是下雪 這是沙沙 沒禮貌 這是下雪啦 這是下雪 哪一邊是真的會下雪好不好 真的是下雪 是雪 你看它地板 你看它地板 地板是雪啦 那邊是雪啦 是牆壁 想牆壁 對 因為這一塊很像保麗龍牆壁 對... 是有雪的 對啊 我要在這個Sunderland的地方 我要推薦一個地方 就是... Diffin的Ski Resort 一個就是滑雪場 在這個Sunderland 那邊可以滑雪 可以滑冰 這邊是... 雪嗎 Diffin的Ski Resort 你在急啊 這好辨識是不是啊 這好辨識 為什麼... 為什麼他的雪 沒有一堆一堆 很開 真的 他們有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雪跟平地有分際線 那個叫... 那個雪長 那不是人工的吧 是天然的 他看似合理 可是有一些怪怪的 天然的 天然的 他不是做的 它這裡比較高 你看它這裡比較高 你看它這邊還有一點白白的 所以下面是比較... 比較低的一個地方 它是那個高的一個 像山頭的感覺 好... 那個是一個雪糖 那因為剛剛大家介紹的是一些 比較基本的 例如說泡湯、滑雪 接下來介紹很多新玩法 是我們想要玩法的 首先來看第一個 韓國 韓國 光明洞窟 這個是在近幾道 所以離所謂也滿近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 因為那個長度很強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它這個流起來秀 洞窟 然後裡面那個... 就是原本的那個...怎麼講 水嗎 因為那個是財礦 然後裡面以前很... 就是... 對 那些流出來的 然後就變硬了 然後他們那邊弄成那個燈 那個燈 對...類似的 然後打光在上面 對...很漂亮 差不多... 就裡面走一走的話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長度 然後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也有那個咖啡廳 就是一種承包裡面的感覺 然後... 在豆腐裡面的咖啡廳 對...然後他們那個裡面 是很多分區 這邊一開始前面是 現在的話那個... 可以喝紅酒的 那些紅酒區 然後什麼燈光區 或是還有... 就裡面... 對 裡面還有水洞 裡面有水族館 然後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每一季都... 他們裡面的都是風格 也稍微變不一樣 好 還有呢 對... 超級漂亮 那邊是韓國的南邊 就是全樓道 就是蒲山的另外一邊 西邊的 然後那邊爬山 就是爬山 因為兩個選擇 一個是直接爬山 另外一個是 藍車的話就是直接上去 然後可以慢慢下來 因為之前都是國內的人 但是最近專門攝影師 跟Youtuber去那邊 他們覺得 韓國也有這麼漂亮的景點 對... 真的 越來越多外國人去那邊 搭攬車... 我們眼睛就看到這個 很漂亮 好...OK 接下來到日本 日本有四個地方 和掌村 對 在冬天的時候 日本人很喜歡 所以每個地方有 那個... 相當地的味道 但是我今天介紹的是 不一樣的... 像是 和掌村 和掌村 一、二月有點燈的活動 就在屋子裡面 還有吃飯 還有喝紅豆湯 對... 吃碗雞 對... 很幸福 這是在哪兒 北陸地區 對... 民谷就是那個 愛知縣的上面 愛知縣上 就是民谷上面 就是那個叫做 對 和掌村 然後他講到就是那個 點燈 他是每一年大概一、二月分 而且他是有固定時間 據我所知大概一整年裡面 大概只有五到七天 可以參加點燈 所以你一定要預... 它完全是預約制的 它沒有什麼現場 我想要去 然後就去 沒有 你沒有門票 你沒有登記進去 基本上是不能進去 對... 它這是限定版中的限定版 好 接下來 我們看下一個囉 來這個吧 金九尖六元 還有... 這個嗎 對 這個嗎 對 對 對 藏王冰 樹冰 樹冰 這好特別喔 這是樹嗎 好可愛喔 對 藏王樹冰是在日本 算是滿特別的一種 自然...自然奇觀 那通常它這個 會形成的地方 都是在有 那其實我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時候 我有去了一個地方 叫做藏王 藏王是在東北地區的 然後我有透過我的手機 有錄了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用... 這是用我的手機拍的 影像很聰明耶 對 這好美喔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冰形成 是因為東北地區 它淋的就是那個日本海 然後日本海所俠帶的那個水氣呢 那個水氣然後會滴在那個樹上面 那當地這個地方的溫度會滴溫 到大概10到12度左右 滴在樹上的那個這個水滴 就會變成霜 又加上當地的雪這樣的波動 然後慢慢慢慢地就會形成冰 那為什麼說它是限定版的那個 一個自然景觀 是因為它在每一年的 應該是12月開始到隔年的2月 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才有辦法可以欣賞得到 很漂亮 非常值得去的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麗山年峰 你看 一整艘 好美喔 超美喔 超美喔 麗山年峰最美的是什麼呢 是每一年4月份的時候開山 對 那因為講到冬季嘛 大家會想到 跟麗山年峰會想在一起的 就是 雪 不是飲料的雪壁 好 雪 好 雪 好 雪 黑布麗山的那種雪壁 對…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所以日本基本上都還是 看雪景 對 非常的漂亮 這真的很漂亮 接下來到南北 南北 雪景 鯊 好漫漫 好漂亮 那個雪景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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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鯊 鯊鯊 對… 那邊是可以看到野生動物 很多人會去那邊 味道那個… 一個象 象牙 這是Glyph 懸崖 山牙 山牙在這邊 對…到那邊 然後我可以看到 那些鯊魚 牠們沒有經過那個 有人教牠們多久訓練了 所以牠們是自然 你會看到很多 會突然這樣會轉 這樣會… 很像在表演的感覺 對… 這個你看 對…出來這樣 大氣 我們如果來這邊看的話 要付錢嗎 還是不用 不用付錢 當然不用付錢 但是政府有回起來 你可以學習去那邊看 那很好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你會到那邊 也是會看到 這個沙丁魚 沙丁風 超漂亮 因為那邊的海 真的很乾淨 很漂亮 好 那泰國 對 泰國國船 泰國國船 對 泰國國船 泰國國船 那邊是叫 這個 喬蘭 對 那個是中國的哪裡 桂林吧 桂林 對… 桂林 今天可不可以帶著國船 對… 在南部 但是這個溫度會… 也是算涼 大概幾度 十幾度 十幾度 對 十幾度 對 還滿涼快的 OK OK 就這樣 好 接下來 波蘭 波蘭 加… 庫里格 這是馬耶 對 這是馬 這東西 這不是一個地名 這是一種 那個活動 就是那個 馬 然後是雪車 甚至叫做庫里 我們叫庫里格 就是翻譯 庫里格 然後它這個東西就是 就像你們看到的 就是有馬車隊 就雪橇 然後這個活動 可以在白天 也可以在夜晚 就是那些馬車隊 就會奔跑在雪地裡面 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就像那個 坐在雪校的人 就會手上拿著火把照明 然後就感覺就還滿浪漫 那他們這晚上 是在烤肉是不是 對 因為它那個 就是奔跑 就到一個母的地 在森林裡面 然後他們那個活動 其實是還滿刺激的啦 還滿刺激 還滿有趣的 然後到最後那個定點 他們會升起火來 然後可能就會在那邊 唱歌表演 也可以在那邊 用那種烤肉 可是它不是用那種烤肉的飯 是它是用一個很長的母棍 對 肉串 對 然後可能香腸 或是麵包就仿在上面 然後就仿在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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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啊 你看晚上的時候 很冷的時候 這個生個火這樣 烤肉其實很溫暖 對 其實你們做的 在雪校裡面 它會給你們毛毯子 或是羊皮來蓋一下 所以是做的時候不會冷 然後還滿有感覺的 好 俄羅斯 這個東有 你看 上個民族了 上個民族的東天 好 等一下... 我們先介紹上面的 這個就是如果 你們都現在到摩斯科 我覺得不能燒的活動 就是 因為摩斯科的流餅牆 真的非常多 像這個左邊就是 紅牆的 對 然後像旁邊就是右邊 那個是我們每個公園 都會有一個流餅牆 對 就是大 那個本來就是走路的 就是公園很大 那個走路的地方 然後東天就會變 可以流餅 對 所以好像是美國的五大廈 很棒 然後下一個 因為台灣人 一聽到俄羅斯人就說 對 所以我今天覺得 要教大家 對 聖誕燈士比賽 不惜成本正面子 美國也有些社區 它有各式各樣的比賽 有些地方 它很在乎 所以它會有獎金 五萬塊 美金 對 所以這是一個人的家 對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家 它會不會花的那些燈士 比五萬美金還好嗎 還比獎金還好 我們剛剛以為是主旗樂園 你知道嗎 我也是 電費一個月多少 他說常常會超過 三千 三千 你想一想 費用很大 但妳會不會 妳有什麼 下一個 因為台灣人 一聽到俄羅斯人就說 戰鬥民族嘛 是 你嗎 對 所以我今天覺得 對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們剛開始 你們往變成戰鬥民族的路線 那就是左邊的那個圖片 那個就是戶外的游泳池 這游泳池是... 那是溫水的嗎 對 它是溫水的 所以才會有很多那個去 對... 溫水游泳池 那就沒有很戰鬥啦 那還好 其實不用 其實它是因為它有的 你是從裡面游... 對... 游出來 其實它是... 室內游出來的 對... 然後要換衣服再游進去 對... 所以它其實不用從水裡面起來 因為真的很冷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 你們體力精還滿不錯的 那就是... 這個應該就真的是冰的水 對... 那個就是會在湖還是河 就是挖一個洞 然後我看到就覺得冷 對... 今天來到美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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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介紹一個地名 像自然這樣 不過 在美國也有些社區 它有各式各樣的比賽 小的比賽是報紙會辦 可是大的比賽 有些... 有些地方 它很在乎 所以它會有獎金 美金... 5萬塊 就看你房子誰的最漂亮 所以就是說有些人真的很瘋狂 所以這些都在比賽的嗎 對 所以這是一個人的家 對 那是一個普通人的家 它會不會花的那些燈式比 外面金還好不好 我們應該用主其樂園 你知道嗎 這個外面是很大發電機 不然就沒辦法把它開啊 你知道嗎 我住美國那個房子 對面 義大利人很愛這種 義大利儀很愛這種 結果它的燈非常非常多 我知道它是有錢人 但是我有一直問他 你... 你那麼多燈 他從十月份 他有工人 開始叮叮叮叮這樣 然後說你電費一個月多少 他說 常常會超過 三千五 哇 電費 你想一想 那費用很大 接下來到西班牙 我們要去 西班牙 帕拉洞 對啊 我覺得如果你們 對啊 不想要問這種水 你們可以去這種地方 因為這種是 全西班牙都有 然後它們是一種 所以這不是一個地方 它是古堡 它是城堡 對 因為這種很特別 就是這種所有的飯店都在 很有歷史或是韓國 都在一個城堡或是一個叫 這也是飯店 對 都是飯店 像這樣住一晚要很貴嗎 其實如果你去冬天的時候 很好 因為他們都會打車 對 所以有的時候一個晚上 你可以差不多 很便宜 六七年美金 六七年美金 真的 我覺得介紹了很多 不一樣的新玩法 但是因為我覺得氣候不一樣 還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想問大家 到你們國家玩 冬天要注意什麼呢 要注意有一個東西叫做 我們英文叫做 冬傷 對 然後最常會發現就是 耳朵後面 對 還有 手指頭 手指頭跟表情 眼皮還有腳 對 那有的時候如果不注意的話 已經發生問題 你不知道 所以要很注意 不要太冷在外面 那有些人就是不小心 對 看起來好可怕 好快喔 這個感覺是可以挽救的 可是像這個 會成這樣嗎 這個 有的時候 我也會 每天 每天在美國 都會發生要求 截肢 截肢 好嚴重喔 已經太噁了 太噁了 南北蒼蠅好毒 咬一口 沉睡不行 所以你不要穿很深的 黑色的衣服 對 因為這個有習慣了 會站到那個頭起來 然後如果說要被啞到 這個會轉一種病 叫 這是會讓你一直愛睡 因為你下次又睡 睡眠症狀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城市邀請你加入 WTO檢訓會 趕緊撥打報名專線 02 2650 6340 要注意有一個東西叫做 冬傷 我們英文叫做Frostfite 對 然後最常會發現就是 鼻子耳朵 耳朵後面 對 還有手指頭啊 手指頭跟腳指 眼皮和腳 那個很常常會發生 那個手如果真的有 真的已經有點冬傷的感覺 其實不能放到熱的水裡面 或是到熱的東西裡面 對 要先放到冷的裡面 就慢慢的 所以是要到濕的 要慢慢的 對 要慢慢的 就馬上就到熱的裡面 或是用吹風機吹也是不好 對 所以要慢慢的 對 就是讓我們的體溫 那個皮膚的溫度 慢慢慢慢回會會正常 對 要注意一個東西叫 那個 是什麼 摄影 摄影 對 對 最好是裝亮亮的衣服 包括紅色 白色 顏色比較重要的 所以你不要裝很深的 黑色的衣服 因為這個有習慣 會散到你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像手指頭裝的這樣的衣服 會散到那個頭起來 然後如果說要被啞到 這個會轉一種病 叫 這是會讓你一直愛睡 你下次又睡 睡覺 所以這個大家去冬天 去南非 往冬天的時候要注意 好 那因為你知道女明星出去 冬天也要小心喔 因為我之前冬天就是 乾掉 然後有一些手指頭真的 我們那個銅裙裡面 還有整個手就是這種 超可怕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因為台灣沒到這麼冷 我之前去哈爾賓也是 戴口罩戴到我的耳朵後面 整個都 耳朵好像要被那個繩子割掉一樣 超痛 感覺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很 一系列的保濕這樣 然後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現在大家 天氣已經開始在轉秋冬 然後更何況是到這麼寒冷的國家 對 然後我之前旅行就是一定都會 帶很多瓶瓶罐罐 因為會分開嘛 就是 臉的一系列 然後身體 身體的 還有白天晚上的 對 都要分得很清楚 然後就是導致我的現象 就會很多瓶瓶罐罐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最近就發現一個新貨 就是這個 最喜歡新貨了 乳霜 什麼什麼 我最喜歡乳霜 對 這個乳霜它就是 日本知名大廠 然後製造的 這邊是不是還有一罐 對 拿這罐 拿這罐先等一下好好的去擦一下 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呢 就是它也很貼心的做 就是家庭式比較大罐的 然後也有就是旅行隨身攜帶式 那這個有中文 所以現在台灣也有 對 它就是原裝進口在台灣 然後就是都在藥妝店就可以買得到 這樣子 日本熱賣的保濕產品 是如何有效改善肌膚問題呢 WTO唱科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atiana 如果你們下次要去奧地利旅遊的時候 那你們去一個地方 可是你們不太知道 那邊有沒有什麼景點 那你們可以用德文問別人 有沒有推薦的景點嗎 那德文就是 你關注的是 會有一個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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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會有一個指定的 名字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它喝起來的質地很像奶油 就是那種奶油 不會黏 不黏耶 道哥你可以擦擦看看 有些乳裝你抹完之後它會 咻咻的感覺 然後你穿上衣服你會覺得 就很怪怪的感覺 對 它大概就是好吸收 大家可以多推進一下 它裡面就是有植物脆血的維他命E 重點是它可以抗氧化 如果很CAN你自己的外在狀態的話 它抗氧化可以讓你就是 看起來肌膚會看起來比較健康這樣子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擦在 可能大家很CARE的就是手肘膝蓋 或者是一些屁股的微笑曲線這樣子 真的 那它下面 它整個是全身上下都可以用的 對 就是我覺得不會灌點 對 現在大家上妝點就可以擦了 然後隨時都可以補充你的 那個滋潤的感覺 冬天你擦這個 等到你冷風吹過來的時候 你才不會有那種感覺 那麼舒服 刺骨那種感覺 那有感覺啊 像是會堆那個風啊 堆風啊 它是有風 它會堆出去 你說防風啊 防風啊 對 對 你剛剛還滿吃的 宅斌先雪地去 對啊 所以就是 它裡面也有就是乾草精華 然後它可以防止就是 你如果遇到冬天乾燥 或有一些泛紅的 它都可以防止你 就是有泛紅乾燥的肌膚狀況產生 我覺得這很適合那個 辦公室的人用 因為這長期吹冷氣 對 對 其實包括我們錄影的時候 我們擦的也很好 因為長期吹冷氣 我們的皮膚其實都被那個冷氣帶走 那個水分 對不對 其實不錯 因為有些女生或男生 它會香水一個味道 對 對 就是很複雜的 對 那這個就很棒 沒錯 這不錯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有就是 那個大透零紙紙 它就是 我們就是冬天就會出油 然後但是它你擦 它就會讓你水油都平衡 然後讓你手中水分這樣 所以男生比較出油狀況 擦這個我也覺得很適合這樣 擦一層在這邊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水分 都鎖在裡面 所以那個浴衣館大概有多少錢 這個嗎 這個呢 詳細上他們的網站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日本知名的大廠 然後跟那個BB是同一家 所以我本身有在吃BB 你就會跟芳馨他們家 就是做出來的產品 對 累了就不可愛了 對 人家灌很不油膩 對啊 那一灌到哪裡 對 摸到很貼 摸到很貼 沒有... 摸到很貼 就是這麼一點淡淡的欺騷 莎莎在插腿一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誇張了你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 它有一種保護膜 對 那感覺 然後你就會看到就是 你沒有插跟有插的落差 而且這保護膜 對我們幾乎 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全身帶一罐就可以了 對啊 一罐要大的跟小的水分 不錯... 豬美的水分也是可以搭這個 因為它也是會防水啊 對... 讓你肌膚又更亮的感覺 沒錯 好 那我們佳果哥最後是不是要 再來好好宣傳一下 你的這個... 這個乳霜 你是個乳霜 對...就是在家裡呢 利用這個 窗簾不同的材質和顏色 讓自己有一個簡單美好的生活 我在搭配上非常保濕的乳霜 那就是可以有很... 很舒服的人生這樣 好 謝謝... 謝謝姜文哥 好的 對 我剛剛忘了講 對... 那個窗簾的顏色搭配好 吃早餐的時候 心情就會變 對... 對... 三餐都要吃 對... 好 所以今天這次有很多 冬天不一樣玩法 你接下來想去哪裡玩呢 所以都通通告訴你囉 對 這一集呢 就一直回家看重播就好了 好 謝謝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很棒 很棒 我們去打批評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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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